电视剧《青春斗》今日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 郑爽谈及对青春的理解 狠扇了自己两个嘴巴 在他看来 青春就是想使劲儿但使不上劲儿 自己能力就到这儿了 让别人看着都着急心疼 但自己真的是恨自己没本事 说完他还现场亲自演示 狠扇了自己两个嘴巴 全场一片惊诧 导演赵宝刚谈及该剧主题 表示剧名中的豆子指的是跟自己斗 跟自己的命运斗 跟自己的负能量斗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